至爱中华 戴德生传记第十章 危险中的歌唱 正当戴德生执笔在信上向妹妹戴贺美请兔时 他收到家中母亲寄来的信 读着读着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他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呢 加上自己身体不适 双眼红肿 而且常有头痛 人在一帮真希望时时收到家书 但是父亲却从未给他支言片语 他又想 如果有个妻子与自己分享人生 那会是多么好啊 他给戴贺美的信上说 不知父亲对十一丽小姐的看法如何 请戴转达我的爱意 十一丽小姐是戴贺美及韦玛丽 戴德生从前的未婚妻的朋友 在他姨母的一所学校教书 当戴德生探访韦玛丽时 他已对戴德生心动 常对朋友说暗恋着她 他也送给戴德生一些手绘的图画 彼此又互赠礼物 他对中国甚表兴趣 戴德生也曾盼望 他有一天会嫁给他 他向他要了一束头发 并且小心地珍藏着 与此同时 他也向家人问及维玛丽的近况 他信上这样说 他也许会找到一个比我富有 比我英俊的丈夫 但能否如我一样的死心塌地的爱他 则难说了 春天到了 上海的天气逐渐转暖 田野也脱下灰衣 换上绿装 戴德生在日记里写着 从屋子向外望 看见花园 玉米田 成园 房舍 以及江上的船只和范围 景致美极了 树桌过后 绿野上一片繁花 彩色缤纷 更是艳丽 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 城内的小刀会重途宣告 他们会追随太平军 崇拜上帝 归信基督 但小刀会的首领 却是吸食哑片 而且不少领袖 都是蛮横无道 任意鱼肉妇女 行为和基督教的教训 大相径庭 他们响应太平军 因为那时太平天国之声势正盛 谣传他们正在徽军北上 或者已经占领北京 许多年后 中国传道会的秘书长 皮尔士也承认 拆会并不了解当时上海的情况 也不知道戴德生的经济窘况 戴德生总是把支出的项目详细列明 说明他花用每一文钱之必要 他写信给父母说 拆会应对传教士有更多的供应 现在是入不敷出 我第一年的总支出 大概在200磅之下 虽然如此 我相信在所有上海的传教士中 每人每年的支出 都在这个数目之上 六月的上海潮湿而炎热 日间气温常在华氏百度之外 晚上也有80度以上 在这炎夏里 戴德生还是每天用五个小时来学习中文 他说 我们都汗流如雨 像活在烤面包房里 有时他会跟包约翰与韦列两位牧师 结伴到乡间派福音单章和传道 戴德生也代背药囊 在两位牧师讲道时 替人看病 甚至有时做一些轻微的手术 他在中国继续读他的医学和做实验 也念化学的书籍 又在医院观察病情 在旁留意医生如何动手术 他的努力和研究终没有白费 后来得到英国伦敦皇家外科手术学院的承认 补发不足的学分 戴德生的中文也有很大的进步 现在他已经可以自己到市场去买东西 从容和店员对答 甚至讨价还价 他见过中国印刷工人怎样工作 认为中国人头脑灵活 做事简单利落 战事仍然持续 县城内的士气日渐低落 人们对以前信奉的偶像已失去信心 甚至把他们丢弃或送人 传教士则受到尊敬 教堂也挤满了人 看到这个情形 戴德生决意离开租界内 骆卫林医生舒适的家 到两阵对垒之间的无人地带寻找住处 好做传教的工作 由于那个地区相当的危险 而且受到战火的蹂躏 租金比较低廉 最后戴德生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 每月租金八元 那是一栋双层的木屋 坐落于上海的北门 共有十二个房间 戴德生打算住在二楼 把所有房间都洗刷一新 二楼用来做睡房 书房和饭厅 楼下则用作药房 学校和教堂 要把房子修气清洁洗刷一新 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请了一些人来清洁 不过清洁工人来了 却不工作 只观看修理工人在砌墙 他把事情吩咐妥当 便离开一会儿 但回来只见他们有的在写字 有的在抽烟 其余的都在睡觉 最后 他决定搬来桌子和椅子 坐在房里监督他们工作 他对工人说 把房子完完全全的清洗干净 他听到一阵倒水声和洗刷的声音 跟着又静下来了 他便起来看个究竟 为什么只洗刷外墙 哦 原来你要内外全洗 当然了 于是泼水声 洗刷声又再响起 直至出现一些琐事 工作又停顿下来 如此这般 对戴德生来说 实在是学习忍耐的大好机会 在8月30日 他终于搬进了新居 第一天早餐之后 他收到洛卫林医生送来的 两罐美味可口的辣果酱 稍后他又送来了两瓶甜酒 包约翰教他怎样应付厨子 不叫他每天买菜时中饱私囊 戴德生定了计划 每天有两次与佣人一起用中文祷告和读圣经 也邀请邻居参加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不久之后 戴德生又办了一所学校 开始时有十个男童和五个女童 初时主要由戴德生的中文老师负责教学 在数星期后 戴德生也参与了都教学生的功课 每天他又替病人诊病 逐渐学会用中文来交谈 包括询问病情和指导病人如何服药 他住的地方就在城外 和租界隔着一条护城河 每天都是风声鹤唳 相当的危险 与租界相连的木桥 晚上总是拉起 不让行人通过 每晚戴德生总不敢熄灯旧勤 而且准备好一个浮水炮 随时准备跳水逃生 9月中旬 戴德生、爱约瑟和另一位 美国长老会的年轻传教士 郭达门一起沿黄浦江坐船南下 他们带了大代的圣经及福音单章 发给码头和船上来往的旅客 希望这样可以把福音 传至一些传教士去不到的地方 当天傍晚 他们三人乘坐原船返回上海 途中要经过清朝的水师舰队 难免有些担心 因为夜间水师怕有叛党偷渡 时常不问皂白 便向夜渡的开炮攻击 爱约瑟建议说 我们经过舰队时大声唱诗 他们就知道我们是外国人了 好主意 带和郭二人同声应道 他们接近满清水师时便大声高歌起来 经过黑压压的一批船只相安无事 大家正预备彼此道贺之际 船夫却催着他们继续大声唱诗 原来刚才经过的船队并非水师 现在才开始进入水师巡逻的水域 因此他们继续放坑高歌 唱的是广阔穷舱歌 但唱完最后一节 他们的船还是在水师附近 唱什么 艾约瑟大声喊着说 我们一秒钟也不能停下来啊 说完 艾约瑟也来不及和二人商议 便独自大声高歌 是戴德生从未听过的调子 那边郭达门也大声唱出一首雄壮的美国歌 戴德生也唯有隐航高歌另一首歌曲 三首不同的歌 加上船夫们大声喊叫 使戴德生禁不住笑起来 来人是谁 水师船上有人大声的发问 船夫大声的回答 是白鬼子 大英国人 戴德生和艾约瑟同声应道 花旗国人 郭达门也大声喊着说 水师没有为难他们 艾约瑟和郭达门 对于船夫以白鬼子来称呼他们 甚表不满 船夫表示抱歉 说非常对不起 我们在惶恐中说错了话 以后会小心一点 不再随便用一些不礼貌的话 我怕冒犯你们了 不再随便用一些不礼貌 里面没考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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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